疫情冲击各大产业 中央寄出了纾困补助4.0政策 其中观光的从业人员 计程车跟旅游览车的司机 最多三个月可领三万元补助 但只有包车旅游业者抱怨 同样从事观光 他们除了纾困贷款之外 并没有其他补贴 有业者五月的生意挂零 输价订单也全被退光 每个月营业的基本开销 还要二十几万 实在是吃不消 而花莲地方的税务局表示 已经有向中央争取 车辆牌照税跟燃料税 要比较去年减了一半 我们总共十九台 我们预计会停十五台 租赁业者将汽车车牌拆除 而且一拆就是十五台全部停牌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旅游订单锐减 业者已经入不敷出 本来想说今年五月份 接到暑假的订单还蛮可观的 结果怎么知道 今年年初五月五月初 疫情一爆发之后 单子全部退光光 尽管中央寄出 图纾困补助四点零 但出租业和包车旅游业者 还是较苦连天 因为在这波纾困中 观光业的计程车 游览车司机 最多三个月 可领三万元补助 但反观包车旅游业 除了纾困贷款以外 没有其他补贴 有业者就指出 他们每个月的房租 水电薪水等基本开销 就要二十万 原本汽车贷款也都还完了 但疫情冲击 又只好全部拿去增贷 将近两百万 希望政府想想办法 花联税务局强调 会尽力向中央争取 只是原本业者看好 暑假是旅游忘记 没想到在疫情冲击下 却迎来神意寒冬 借成今天欢迎报道